2010年全球慈清日是来自11个国家地区的慈祭青年回到花莲 经过昨天的课程 各国的菩提种子分享推动素食的成果 这一上人在今天志工早会就开始 将己心与佛心相贴近 身体力行菩萨道都是时代青年的使命 2009年全球慈清日开始 各国的慈祭青年从自身做起 开始如素并走上街头推广蔬食 经过一年来自11个国家地区的菩提种子 回到台湾分享炫素的成果 慈情都是那样的热爱的地球 那样的了解到了生命的可贵 不忍心生命在呐喊 不忍心地球受毁伤 这都是智慧与慈悲的 这个新时代的青年应该要具有的 慈祭大专青年联谊会已经迈入第18个年头 也象征着成年 许多毕业慈清成家立业后 依旧不忘行走在菩萨道或投入慈祭制液体 慈青的传承一棒接过一棒 唯一不变的是佛心失智行 在慈祭系统里不只是学佛 在学佛中还要把佛心贴上了自己的心 所以叫做佛心 还要身体力行在人群中 所以叫做失智行菩萨道 这都是慈青的使命啊 时代新青年以清静的身心投入人群 守护着地球推动素食与环保 除了是人间青年菩萨的典范外 更是未来地球的希望 大家新闻陈信雨 刘洪志 花莲报导